小日科诊所一早就有家长 带着小朋友来报道 机关书统计 肠病毒门急诊 上周达到了一万零六十六人次 比前一周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六 新增一例重症一岁男童 病发脑炎 最快下个礼拜进入流行期 机关书警告 今年可能出现更多行别流行 家长要特别留意 一个多月前就 那时候因为开始 还没有很多肠病毒 有些病人已经开始出现 典型的肠病毒症状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机关书表示 今年三例肠病毒重症 分别感染肠病毒第六十八型 克莎奇A6型 以及医科病毒二十一型 症状包含了 抛枕性咽霞炎 手足口病 严重病发脑炎 心肌炎和败血症 有可能会有这种重复感染 甚至有多型别 合并感染的这种状况 如果出现的是 七十一型以外的病毒 在流行的时候 那这个效果就没有办法预期说 用这个七十一型的疫苗 可以来有效的预防 肠病毒患者 以五岁以下儿童居多 潜伏期二到十天 发病前几天 喉咙跟粪便就有病毒 这个时候已经有传染力 发病一个礼拜之内 传染力最强 经过肠道释出病毒 达到八到十二周 医师提醒 肠病毒并发重症前兆 包含持续昏碎 持续呕吐 肌月型抽搐 是脑炎相关前兆 要立即就医 最后医师也警告 如果孩子心跳加速 血压上升 血糖上升 白血球也上升 可能是心肺衰竭的前兆 要转进儿童家户病房 及早发现就医 才能降低风险 记者离清王一仲 台北报道